如果有个list2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可以怎么样 把list2全部都像刚刚一样 塞到那个 像刚刚那一题 所以其实刚刚那一题也可以当判本 这个有个list2 然后我上面部分我就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从网路上抓 用request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request有点像 将来如果你要抓 那个资料是在网路上面的话 就用request 如果在自己电脑里面 就是用f等于open 用那个档案物件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如果有这个 那怎么样把list2 再转换成资料库 其实你可以拿我刚刚这一题好了 其实这一题很简单 第一个的话上面就加这两个import OK 然后再来的话 加什么 加资料库 所以其实你可以拿这个当范本 所以从这边 这个是建资料库跟建资料表 那你可以怎么把它 复制贴到那个什么呢 import跟那个下载 所以下载之前我们先建那个资料库 资料库的话就建PN25好了 假设这个名称 然后我们的资料表名称也叫PN25好了 如果那个PN25复制 所以甚至用取代的好像也可以 然后ABCDE也是五个栏位 所以我们干脆全部都叫test好了 oktest ABCDE这个也叫test ok 那这样的话就建一个资料库 一个资料表 然后五个栏位 然后再去网路上抓 抓到之后的话就把它怎么样 直接用 不是print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用那四行再加一行 所以其实直接把什么 把底下的这四行加写入成功 insert into 到哪里 到PN25 Values 其实就是把一二三四 就一模一样 然后execute它就可以了 所以再把它copy一下 然后把它放到哪里 放到这个后面 切上 有没有 然后就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PM25 PM25 这样子 然后Values 就写入成功 试试看 诶 该可以看懂我在做什么吧 所以你会发现今天的东西 真的就直接拿范本套用就可以了 所以网路上的东西 你马上可以把它放到资料铺里面 很快速 做完之后来试试看好了 资金 应该没有错吧 写入成功 好快 因为资料量非常少 那最后的话 我们用Sequel Live Browser 或者你把它 用 把它找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地方 开启 里面资料就全部进来了 ok 可以看到 你可以排序 比如说这边 看得出来 印象中好像 环境会比较恶劣的 好像大部分都是在那个 就是南部部分 ok 那这部分的话完成之后的话 待会 还可以想想看 因为一般的需求是这样 可能 Jason格式 其实他 现在越用越多 那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如果把这个Jason格式 快速的帮我转成什么 转成CSV存档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请各位帮我把网路上面的这个东西 下载下来之后 然后呢 帮我把它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CSV存档 转换成CSV存档 那要怎么转 ok 那其实CSV很简单 就是 资料跟资料中间加豆点就可以 上面有栏位名称 ok 然后存档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用FW的那个物质 FW等于 Open 你要存到哪边去 然后你把它Write出去的 复杂名点CSV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它存出去 这部分可以想想看 第一 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的这个 就是 Jason的资料 从网路上捞下 一样存到资料库 第二个的话呢 可以想想看 如何把Jason 转存为CSV 后来试着写出来 其实还蛮短的 程式真的不多 关键地方也是在list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 好